安省教育廳宣布安省追上進度計劃 給學生每天都能夠回學校上課 為此蓄資260多億元支援課外活動和建造新校舍 面對潛在秋季疫情 省府會有哪些措施來確保校舍和私生員工安全呢? 省府即將和教師公會進行合約談判 能否在開學之前達成新協議呢? 而家長和學生可以期待怎樣一個新學年呢? 請收看星期一晚6時45分 傳媒對照 請坐下